来 爸 烫个酒 好 好 丫头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倩倩呢 爸 您先多关心关心您自己 您看您性格那么急 一下子高学下就犯了 您要记着 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我 我再问一下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倩倩 我还想听她叫我老爷呢 您永远都是她的老爷 爸 倩倩才刚刚开始说话 我怕她不稳定 一看着您又想到必胜绝了 先让她放松放松 您觉得呢 好 说得对 不急 不急 再晃一晃 大头 好 那天那个必胜绝 你撕得好啊 要不然 我保证 等倩倩回来以后 我蒙家不会再有人提必胜绝 黎明激起 要之前 语文英语 大声送念 这倩倩刚好她又魔障了啊 还没睁人 一念多遍 树立公式 牢记心间 公式难背 携手背 上课声过第一排 课上讲课要平戏 交卷之前查三遍 铃声收卷再落笔 必难必然争第一 光明就在黑暗里 姐 你已经浪费我三秒时间了 病人不带这样的啊 咱们有病看病 别这么吓唬人行吗 七秒 我跟你说 我可真不希望你病成这样 十秒 姐 你这样在浪费我的生命 你知道吗 我请你出去好吗 快 不行的话就去开点药啊 要不你明天去开下签下的医生 十五秒 二十 二十五 三十 实在不会就全笔 你好 您好 给我拿两盒三九胃泰 请问是蓝盒还是成盒 就是这个蓝盒的机种 多少钱 两盒 您好 一共是二十四 陈兰啊 我说你啊吃完早饭再走 爸爸再见 我早就吃过了 再见 妈 我这温度又升上去了 你帮我给公司打个电话 请个假 妈妈 我刚给爸爸量过体温 昨天三十七度一 今天三十七度二 哇 三十七度二也算是高烧啊 不过没事 你爸爸平时三十六度八 就开始交换了 这是他的一个习惯 工作上一遇到难题呢 就开始不想上班 身体自然发热 不要学他啊 爸爸太不像男子汉了 快跟爷爷奶奶说再见 爷爷奶奶再见 爸爸不用吃药 多喝水多休息就行了 好好好好 相对我自己拿 再见 好好好 慢走啊 谢谢 慢走啊 对 再见 听见没有 别说了 连你的女儿都看不起你 行了 不要说儿子了 从小就一不想上学 你就叫老师请假 不都是你惯的吗 还说呢 吃不吃啊 你们俩行不行啊 人家跟媳妇撒下个娇 你们都看不出来啊 多大还撒个娇 你行不行啊 哎呀 哎呀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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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们钱都不会花 这叫营销方案吗 啊 这就是一拍脑门想出来的 小学生作业 你们好意思拿过来 回去投诉 出去 嗯 借借借回房间吧 好 哎 那个营销方案 还没有出来 哎呀 没人哪 你弟弟 关键时刻 又气伤从学 回去捧书本去了 上哪儿挖人家 嗯 其实我倒有个好人选 比毕然不知强多少倍 谁啊 哎 那 人家能来吗 我先说说看吧 抓紧抓紧啊 欢迎光临 想不到当年叱咤风云的毕胜男 卖起菜来了 你怎么混成这样了 黄莉咱们俩有一年都没见了啊 喂 你孩子多大了 一岁 才一岁啊 那还没断奶吧 已经断了 现在孩子姥姥带着 真没想到啊 你也做妈妈了 有了孩子就不一样 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刷刷刷就过去了 一眨眼了 毕胜男 你这次约我出来 该不是为了感慨人生吧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想嘲讽什么你就直来我接着 你已经是个妈妈了 怎么还有那么大杀气啊 方黎 你还记得我离职的时候 跟你说的那句话吗 你绝不会明白一个母亲 可以为孩子牺牲到什么程度 可是你终究有一天会明白的 你现在有感受吗 你坐下来吧 我们聊一聊 没错 我现在啊 是在卖菜种菜 我给你看看这个 这是我们蔬菜基地的介绍 我认为这个基地非常有前途 市场空间很大 我希望你可以加盟 调教我们可以谈 年薪制 或者以合伙人的身份入股 我只要你能够把市场给做起来 考虑到你现在有孩子需要照顾 时间你可以自己安排 不用在基地做班 但是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以你敢打敢拼的精神 你一定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知道 你现在一定有很多疑问想问我对吗 疑问吧 你 你现在还不了解我的情况 你怎么那么肯定 我就会出来跟你做 你现在是个单亲的妈妈 因为种种的原因 你没有告诉别人孩子的父亲是谁 你已经快一年多没有工作了 你的母亲从老家过来 帮你带着孩子 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你常常不出门 有时候了三周 多的时候会一个月 其实不光是为了孩子 也为了你自己 你应该出来了 不好意思 因为每一栋楼里面 他都会有一个非常爱八卦的大妈 请原谅我的职业习惯 在我跟你谈之前 我一定要对你了解清楚 很抱歉 但是我相信 只要你出来 你一定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这人负责市场 你疯了吧你 你小声一点别让人听到了 哎 是你亲口告诉我说他的品行有问题 是不是 是不是你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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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他确实有些问题 但这次我保证他可以做好 为什么呀 我凭什么就敢把资金交给他 万一呢 没有万一 一个人经历了教训 才会懂得珍惜 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他也赞同我们的理念 为什么不能相信他呢 你这些理由根本就靠不住 靠不住 那我给你一个靠得住的理由 他现在是个未婚妈妈 他会为他的孩子去打拼的 他有了这些教训 他会懂得什么是责任 这样吧 如果他出现任何问题 我来承担责任 谁呀 爷 怎么是你呢 阿姨您还记得我吗 我当然记得你 你不是老张的女儿吗 又这怎么了 我妈她走了 我妈她走了 是吗 来来来 别难过了 你对你好赞 进来走 阿姨 罗叔叔呢 我妈妈给你妈妈的事 她刚走到银行去给你妈妈汇钱去了 不是 千万别汇了 这是我妈给刘叔叔的一封信 还有这些钱 是我妈生病期间刘叔叔给寄的 我妈让还给刘叔叔 你妈妈什么时候走的啊 我妈她走了一个多月了 老四啊 我刚汇完钱 正准备往家里走呢 她女儿来了 好 到家说 哎哎哎 老四啊 我刚汇完钱 正准备往家里走呢 她女儿来了 喂 孩子呢 她妈怎么样了 她有急事她先走了 这是她妈妈给你的信 这是她妈妈让她还你的钱 谢谢 三星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不再认识了 你和雅仙的深情厚意我厉 但钱不能要 这辈子与你同行的日子 是我生命中最美的一段经历 谢谢你 她已经走了 是两个人 你和顾一人 没事吧 爸 没事吧 爸 我早就想到有这一天了 任何一事 说没就没了 阿姨 没让您见她最后一面 我估计她也是怕您伤心 爸 咱爷俩说实话 你们这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啊 是爱情吗 你要说我不怀念当年的 那是假话 但是怀念的应该是 当年的青春岁月 当年我们在一起 有哭有笑的日子 但那不是爱情 是一种经历 爱人哪 应该是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岁月 而不离不弃 董儿子 行了 别在这了 别再让你妈妈听了 别扭 你把我看扁了 别把咱们的儿子叫坏了 怎么心里还别扭呢 没有 那些钱我还跟你留着 男人怎么可能没有私房钱 就像你告诉咱们儿子的 真正的爱人 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他都陪伴着你 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 爸爸 你怎么老叹气啊 你快点说 妈妈洗衣服呢 我一会儿也要洗了 爸爸工作上遇到了点难题 睡觉不下去了 爸爸真想不上班了 天天陪着你玩 你跟爸爸说 事情越拖越难办 事情越拖越难办 爸爸也知道事情越拖越难办 可是 现在 两边人打得很厉害 公说公有礼婆说朋友礼 谁不让步啊 别人说什么不重要 关键是要冷静下来 别人说什么不重要 关键是要冷静下来 你别忘了 你最初做游戏的初衷是什么 你最初做游戏的初衷是什么 初衷 对啊 我当时要开发这款游戏 我初衷是什么来着 倩倩 你太棒了 倩倩 只要你在爸爸身边 爸爸以后什么都不怕了 妈妈 爸爸说 你问我什么都不怕了 妈妈在你身边啊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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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 倩倩 妈妈发现你长大了 如果想创造一个经典 那必须得有难度啊 这个难度和经典 它不是正比 不是 那分难度是个过程啊 你有难度 不算你这种经典呢 你这根本有不想太瞎了 是不是 但你有这个难度 他平均的这个时间就长了 对吧 他时间长了 他会更加的容纸 我们觉得 要用用户去吵架 怎么回事啊 吵架 你这么到了 从做这个游戏开始 你们就分成了两个阵营 互相关机 当然了 讨论是好的 可是后来已经演变成了 为了辩论而辩论 没人真正为了这个游戏好 卢总 可是我们 是听我说啊 听你说啊 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心平气和地 好好反思反思 我们做这个游戏的初衷是什么 是什么 是为了设计一款优质的游戏 能够跟同类的国外产品竞争 对不对 这是我请市场不错的调研 根据他们的分析 成神的游戏 前三关人物容易复活 难度从第四关开始加大 我们要学会用数据说话 不能闭门造车了 大家都看看 每人一份 根据我们的调查 不同的小区应该投放不同的产品配送卡 尤其像这几个重点的小区 我们甚至可以搞免费试吃的活动 我们甚至可以搞免费试吃的活动 至于像机场录的广告牌 我想投放 这一块 虽然说这一块的广告费用会很大 但是针对的人群很精准 我认为物有所知 杜总 这是咱们宣传的费用吃你吃下去 不用了 以后凡是跟市场有关系的 黄总一个人欠就可以了 黄总 黄总 来 你看一下这里 杜总 你们再商量商量 我去大棚看一眼 能不能等着我 谢谢啊 我说的没错吧 杜总这个人做事就是雷厉风行的 毕竟 谢谢你啊 这一年是我最艰难的时候 谢谢你还给我机会信任你 我知道 自己以前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懂了 那个男人我可以不要 但我必须为自己的孩子而活着 那孩子的父亲呢 他是不会和我在一起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作为姐姐我就跟你多说两句 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吧 在孩子身上 多花一点心思 多关心她的身心健康 以后她长大 还有很多你要累的地方 姐 带我工作去了 去吧 那个男生哭的 我们整个女生宿舍 都快被她哭塌了 可是你妈妈呢 她早上睡觉 完全不管 你看你妈当年多酷 别的人伤心难过 她一点不为所动 可是现在 她被你这个小姑娘给治住了 记得你妈刚到我家的时候 看到我女儿倩倩 眼神都不一样 那时候还在想 倩倩有那么可爱吗 可现在我懂了 我想她看到倩倩 想到了你 她这人老是一本正经 我觉得她特别无聊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你要跟你妈妈多去交流 有什么话要跟她说 你不沟通不行啊 你这样会让你妈妈非常失望的 我不是不给她交流 是我每一次面对她的时候 她都高大上 给我讲道理 讲人生 要不然就是可怜巴巴的 好像我欠她什么一样 阿姨 你不知道很烦的 是吗 那你跟我学学看 你妈妈是什么样子 让我见见 好 我给你学一个 妈妈好想你啊 乖 好好学习 有什么难处我跟妈妈说一下 好不好 不好 你今天找我过来 有什么事吗 嗯 欠点张嘴说话啊 我今天请你来 主要是为了表示感谢 谈到张嘴说话 也用你的一份功劳 太好了 好 祝贺你 其实功劳最大的是她妈妈 这个你也清楚 你没有必要给我发一个安慰奖 对啊 张嘴 我知道 这些年你一直认为 如果当年你不走的话 咱俩会结婚会在一起 为此 你恨胜难对吗 我无数次都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推演 咱俩的婚姻 都会是失败的 因为就按咱俩的性格 咱俩只适合相爱 不适合相守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 咱俩恋爱的时候 一吵架 你就会出去旅游 可你跟毕胜难也吵架 而且会吵得很凶啊 对 我们俩也会吵架 但是不一样 他吵完架他不会走 而且表面上看 我怕老婆我很懦弱 我气管人 但是我知道 每次我们吵完架 他都会悄悄地改变 会主动地适应我 还有这么多年过去 盛南已经成为我的主心股了 我最难的时候 都是他陪我一起度过的 就像前一段时间工作上 我遇到坎儿的 你会跟我说 不行就换个环境 但是盛南会跟我说 千万别放弃 别忘了你最初的动力是什么 真有意思 现在又什么都是老不好的 你不也承认倩倩这回能开口说话 包括认妈妈 主要的功劳还是盛南吗 真的 盛南 有的时候带给我和倩倩的那些东西 不是你的这套理论能解释得清楚的 唐琳 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你这次回来 就是希望能弥补当年的遗憾 要说我不怀念当年 那我是在骗你 但我怀念的是 咱们当年在一起的青春岁月 当年在一起又孤又孝的日子 怀念的是当年的经历 如果今天真的让我们走到一起 你会失望的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希望你幸福的人 所以我必须得跟你说实话 回去找你女儿吧 只有跟家人在一起 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 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但是我ACT界的经历 嗯 对了 有人在吗 有人在吗 怎么样 两个小朋友那么小就送菜呢 这是你们的菜 请签字 好的 谢谢 阿姨再见 阿姨再见 好 王莲那个费送卡翻了两倍 所以他的营销方案 还是非常有效果的呢 我发现 你身上有个神奇的力量 你能够帮人从逆境中走出来 特别了不起 你说我有神力啊 只是坚持罢了 我们像不像圣诞老人 嗯 我们怎么会像圣诞老人呢 什么意思 我们到一个地方敲一敲门 然后呢把菜送给他们 多像圣诞老人呀 孩子太有想象力了 我们是圣诞老人一家 你是圣诞老人爸爸 你是圣诞老人妈妈 我们是圣诞老人宝宝 圣诞老人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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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宝宝 你来人太有意思了 你还没睡啊 你干嘛来了 我看里面水浇了没有 我都已经盯着浇完了 你怎么这么操心呢 彼死彼死啊 天天爸爸中午没来 那你们准备 下边怎么办呢 走一步看一步吧 你呢 我这不挺好的吗 一诺给大了 不用我操心了 等把这个基地 彻底弄好了 一诺上了大学 我就人生圆满了 那 那你不 不能这样子 过下半辈的吧 你总共要找一个 对一诺好 也对你好 家里没个女人不行吧 哎呀 找不到啊 对一诺喜欢 她得有事业心 不能吃假 让她着急 哎呀 哎呀 你的条件也太高了吧 真的没有 有孩子的我也可以接受 你知道 我是可以当一个好爸爸 是吧 вы 不是 甚难 这些年 我一直以为 我再也遇不到能让我心动的女人 感谢老天 让我遇到你 杜风 你是一个好的人 其实你不是遇不到 让你心动 或者是核实你的人 而是你的心 从来都没有打开过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 属于你自己的心 我会永远的 祝福你 原来 我知道 我 我对你 我们该回去了 孩子醒了 找不到大人会着急的 我说哥们儿 你这是干嘛呢 做这么简单的游戏干什么呀 大哥你能看清楚吗 这不是游戏 这是用游戏的方式 帮他们建立那个销售的网站 我说你可得想好了啊 你看 这网站这么简单成就 你 你要让我修改 还不如重做呢 哎呀 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来来来快快快 补充点能量 来来来快快 完了 我这又上你套了 快快快 不是 先不说这个 嗯 我问你 你老婆知不知道这事 你别到时候最后弄 又弄成无用功 别别别别甭管了 快快快快 我怎么就 什么 删了吧 你不是重做吗 就不要这个了 来来来来 删删删删 人家都说 无奸不少 你现在真的就是一个 完全的奸商 哎呦 这个欲教欲乐 还真是无处不在呀 老丈人有感想 哎 嗯 删删 嗯 该你了快来 让我完成这二级链金 快 我说你哪来这么大度力啊 啊 这么多天我就没见你这么拼我 啊 哎呦 我能不能破镜出院就靠你了 快来快来 快去 啊 快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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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给我睡会儿了 困死我了 哎呀 哎呀 你欠呢 哎呦 这鼻子你扔的吧 啊 帮给你 没事了 没事了 叫我啊 怎么还在这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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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等人家门口 都说孩子还是下课呢 要不先搁这屋吧 来来来 搁这屋 不影响孩子下课 来 放这边 来 来 来 你这是干什么呀 别紧张 别紧张啊 这菜是免费送的 在楼下等我啊 好 我马上下来 那我们先过去 不过不是送你的 是送给孩子的家长的 一般有机菜呢 都觉得比较贵 就像我当时买的时候 也只舍得给孩子买 话来我也想 你这是个绝佳的销售点啊 你身边团结着 最需要有机菜的家长 你赶紧把这些东西拿出去 我这是教育中心 不是菜市场 咱们老同学 你帮我忙吧 要不你拿个提成 不过像你这么倾靠的 教育工作者 也应该看不上提成 对不对 毕胜男 我一直有个问题 请你帮我解释一下 你是怎么做到的 把自己的姿态做得这么低 你难道不恨我吗 端着多累啊 当然有恨过你一段时间 但是我觉得也没必要 因为我看到了你的困难 你的软弱 谁让你平时总是趾高气扬 躲躲逼人的呢 所以你现在就有足够的资本 来嘲讽我了 我没有啊 你都跟我女儿聊些什么 我说呢 你那么的有趣的事 你干嘛不跟你女儿说啊 我小时候好的糗事 倩倩全都知道 然后我们就像朋友一样 是平等的 什么都能聊 你跟你女儿的关系 你真应该去重新地想一想 应该怎么去相处 行了 你不用再说了 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 我的成功和失败跟你无关 看来你的女儿真的是你的心病啊 等你平静下来再跟你说吧 我的菜就交给你了 对了 我给你的邮箱发了一段视频 是我当时录下的 你看了吗 看样子你没看 从妈妈的角度我劝你一句 做孩子的朋友 比监护人要强 妈妈好想你啊 乖好好学习 有什么难处跟妈妈说一下 好不好 你妈妈就这形象啊 她光会跟我说这些 关系我的学习啦 生活啦 哭诉她有多不容易 她不会像朋友那样 和我聊天 她也不会再问我 我喜欢你啊 想什么 你妈妈那么有趣 那么有品味 我们所有的人都很羡慕她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你有一个很棒很棒的妈妈 好了宝贝 我再给你讲一个 你妈妈上学时候的笑话 有一次大家去洗澡 结果你妈妈没带毛巾 她洁癖不想用同学的毛巾 一诺 你看谁来了 陈老师 一诺 你也把孩子带过来了 这 这不是像你的风格呀 手臂是难影响 这地儿呢 也好像有一种魔力 孩子到这儿以后吧 就不用督促 学习特别认真 还哭着喊着老要帮我们干活 爸爸 我 我功课已经做完 我想去赶鸭子 行 去吧 陈老师再见 再见 来 您坐 坐 你怎么想起来到这儿了 我前一段时间啊 犯了一个错误 我失去了一个教育学者的客观性 我主观地认为 学生的不快乐 是来源于家长对他们的压力 但是我忽略了 其实更重要的是 我应该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 让学生和家长 都可以得到转变 对 那你来这儿 必胜难不知道吧 是我自己好奇 我想看看这里 到底对孩子有什么魔力 来 你一会儿带我去基地看一看吧 行 你先喝口水歇会儿 妈妈 妈妈 为什么爸爸这周末不来陪我呢 他太忙了吧 那你打给我电话问一问 我打了 他要加班 我长大了才不想加班呢 等你长大了再说吧 长大了以后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了 我要天天陪着你跟爸爸 怎么了 碧姐 你快过来看 这个网站是谁做的呀 我需要的就是这个 你看 这一下把咱们网站全都做活了 这人简直就是一天才啊 你上哪儿找的 给咱们做这么棒的销售平台 马上通知市场铺 让每一个客户体验一下网站模式 跟他们说我们在试运营阶段 马上就可以网上订购了 好的 杜总 可以让你的人把蔬菜的价格和种类添上去了 快 赶紧去 赶紧去 快 诶 这里还有语音功能呢 对不起 我这算江公主对吗 这 这话是谁问的呀 这 这话是谁问的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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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